今天灾难这么频繁 有没有救 大乘佛法是肯定的 有救 用什么救 念头转过来就救了 我们不用佛菩萨的话 我们用科学家的话 美国布莱登先生 他教我们怎样应对 2012的灾难预言 他说2012应该是 全人类气握扬善 盖邪归正的大好机遇 所有的人应该端正心念 将世界引导更好的走向 这个话要用我们的话来讲 菩萨说的 布莱登是菩萨再来 不是凡人 他说的跟佛说的一样 一丝毫都不差 我们一个地区 大家认真这样做法 明白了 相信了 金教上古人讲的不是假的 我们认真正的 我们认真去做 盖邪归正 断卧修善 这一个地区不会修善 如果不相信 怀疑他 老毛病还是尝尝犯 改不过来 那么换句话说 灾难就会陷进 宗教的祈祷 佛门的这些金灿佛祀发挥 我们提倡的三十七年佛祀 全是指标 不是指本 能够疏解 短暂的疼痛 不能根治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要真的把这个灾难划起 那就得真感 要相信神仙 要相信佛菩萨 要相信宗教的今天 这个世界 真的就 如果还怀疑 还批持他们 批评他们 灾难就逃不掉了 或许无门 为人知道啊 你不能不知道啊 我还会做一个 我喜欢这个灾难的疾问 判断了